七師傅和火火計鬼和你上位後再合作主持搞笑節目《風火要交七》 由於拍攝時正值第五波疫情的供風期 七師傅說最難忘是拍MV的環節 差點要和新冠肺炎康復者打Catron 說嚇死活 看到最後合作兩個人表示相當愉快 還想下次合演愛情劇 不過七師傅強調絕對不可以有打Catron的氣氛 期間還亂說可以包著條理拍攝 令見慣世面的火火都被他引到狂笑 而火火就覺得這次拍攝 可以見到七師傅由慷慨變得豪爽 以前我們剛才跟他上位的時候 他已經很不孤寒 很疼愛大家 現在經歷了這兩年之後 個人更加快達 所以他更加不認識更豪爽 無論派利是 無論請食物 無論任何他可以幫得到人的事 你都見他很主動 施比仇 你給我感覺就是 你找到多少 你要賺多少 幫多少 幫多少人 七師傅少子 為了保護火火 唯有就應發了突 你說什麼我都要認 你不要不認 就變成剛才你說的就不要邏輯了 是吧 七師傅覺得和火火合作特別輕鬆 還學到東西 因為他本身是導演 他有經驗 他隨時可以說 這樣做這樣做 隨時可以扭靜大家 加上 我現在很多演藝提升 是他教我的 即是他答我撞牆 我之前不知道怎樣撞牆 他說你的頭要這樣 厚一點 撞下去 效果才好 我覺得挺好 即是一戰雙丟 要拍這套節目 用來學完演戲 挺好 火火在節目裡面 又環節負責撿到 他稱讚七師傅好報 就好像入球很厲害的前鋒 和他拍檔可以安心助攻 因為他可以玩 因為可能其他 有科班出身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質疑 或者和你研究很多 但他不理 你走過來跟他說 不如撞他的頭上去 然後他就說 那怎樣撞 他就這樣 你遇到一個 他又傻的 你真是傻 你真是肯死 有一個他甚麼都不怕死的人 他又能入球 發攝撞症 特影波疫情 七師傅大身 差點要和音樂康復的 全民造星2參賽者 阿魯大喬倫 我的其中一個環節 就是要他和我拍一個MV 那後來呢 因為拍MV 他要撞到我的肩膀 要不戴口罩 本身疫情要嚴重 不戴口罩已經很害怕了 然後他又是中過的 我們沒有人中 我們全部都很健康 因為呼吸那個 好密都容易潛 然後呢 還那麼久 撞到我那裏 不肯走 然後呢 我怕得不得了 他又自誇幕後 全部都沒有中招 全靠他每天幫大家念經作佛 我每天都念一個披甲 每天都披著一個格 披著一個灰甲 我念那個就 披著一個灰甲 對 規甲 對 灰甲 灰甲在腳上 規甲 我除了披 我還幫他們披 對 規灰甲 規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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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都覺得下次可以一起拍劇 火火更加提議下次可以談情 即是中女都懷春 誰是中女 誰是中女 不是 少女的人又罵我 老女也不適合 中女狂 中女狂 中女現在包含不太大 你那25歲都是中女 所以你25歲左右 26歲 即是她有一種中女懷春的感覺 沒有懷春 你有 含春 中女遇春 即是你遇到一個春天 好嗎 火火更加賺七師傅 日真誠情 拍愛情戲幾好 七師傅亦表示 和火火拍愛情戲 不會尷尬 帶走拒絕打卡卵 即是摸一下都算了 寧願射蟑螂 都不打卡卵 打卡卵 你心進去都行 心進去很尷尬 不心進去就不是要打卡卵 即是打到一半就算了 不要全部 打一半 就要 就要 被人以為是打卡卵 不如要戴個袋去打卡卵 戴袋 即是戴個尼袋 你不知這樣 很多明星都戴個尼袋 你不給尼袋 你哪裏買個卡卵袋來買 包著保鮮紙包 把尼袋包到好 塞一塞 然後進去打 Andra Baby 就是經常拿個袋打卡卵 新聞說她刺蝕 她刺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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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拿保鮮紙包著尼袋 包好多陣 嘴包了一陣 然後才打 不要太信新聞了 現在要不信不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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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